繼續來關心新港鏡的消息 社團發展中華民國電力技術政教協會第三訓練場 是高空車操作人員安藏衛星教育訓練的專業長隊 今天台北基盤一場全台高空車操作人員 第15位安藏衛星教育訓練發表會 各給人數都認識 歷史上有查 猶件以勒康公共的公大陸間朋友 在高空作業的一場 若是沒注意 或是沒記載 應該要有的地理 它發生讓人沒辦法接受的一載 因此 專利配合在安全衛星宿 還有京修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共同辦理 高空港車操作人員 特殊安全衛星教育訓練的研託 並且開創了全台第一家 標準的專業訓練長隊 在京修辦理這項發表會 實在了解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 特殊安全衛星教育訓練的規定 110年的時候 治安室有一個新的規定 就是一個新的教育訓練 那因為體諒勞工朋友的作業安全 所以他特別在110年的時候 就幫這個勞工朋友做一個高空作業車的教育訓練 包括種子講師教育訓練 然後呢 一些車輛的設備的話 也是做在血眼使用上的話 做一些教導 那更最重要的就是說 要讓血眼學得到安全是在哪裡 所以呢 在目前來講 高空作業車的使用呢 範圍非常的廣 就像電力公司 然後呢 那一些那個高架橋的部分 他們的高度呢 甚至到五、六十公尺都有 那台灣電力公司這個高空作業車的部分呢 它使用到節遠的部分 就是說 有活電的部分 它高空作業車的話 接近活電呢 在0.6米的時候呢 就有危險 所以這個部分要非常的正確 然後呢 操作方面要非常的熟悉 所以在高空作業車 在110年的時候 7月7號 法令正式頒布通過以後 為了考量信念單位 場地的設備 及車輛的檢查方面 所以延到呢 今年的111年7月7號以後呢 如果沒有信念的話 那應該在使用上就有問題 希望呢 在有使用高空作業車的時候呢 希望每個學員 每個勞工朋友 都必須要經過高空作業車的交易信念 那16個小時 說短也不短 說長也不長 但是呢 在16個小時 它可以上到學科 試科 然後呢 這個學科 試科 經過考試以後呢 通過 它才有這一張結業證書 來使用高空作業車的交易信念 這個部分呢 它才能在外面工作 第三訓練場是有 合法的訓練場地 及標準的設備 更加上學家的專業告書 又還有專業的訓練理念 讓來參加的訓練學員 都可以合適到專業地靈 及基靈 將來在這項上 一定可以發揮到倫理精緻 並且得到 樂主生意海求民 相信一定會帶給國家社會 另外一站 相和 還有歡樂 這也是理事長 還有專體 理甘書的共同願望 細心新聞 正義昕 新鋼鏘 蔡宏博德 人群中 或許沒有人是主角 但 到了我的主場 我 說得算 天國会 encuentivering 風了 嬲季 五 chose out 錢民群中 會 花光在已 花光在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